李安的少年派电影真好啊 在奥斯卡呢拿下了四项奖 而之前在台中拍戏的十个月呢 最爱台中美食了 像是五十年的牛肉面老店 李安一吃就吃上瘾 另外还有酸菜白肉锅啊 几乎是每个礼拜都要上门 还有市场里面的肉包店 配上了这个馄饨汤 李安都非常的捧场 川汤过的手打面 放上牛肉和牛筋 这碗特制半斤半肉牛肉面 李安特别喜欢 今晚在台中那年 他第一次造访 一吃上瘾还曾经外带 让剧组品尝 不是他人下来的 是他的工作人员下来 他包完以后 我就奇怪怎么会包那么多 我在看他看一下车上 结果他摇一下车上 跟我微笑一下 还有这间市场里的肉包店 包进了后腿肉的手工肉包 轻轻扒开飘出浓浓肉香 一颗肉包配上这碗馄饨汤 一口肉包一口汤 是李安最爱的固定组合 我吓一跳 我们老是李安的那个签名 现在我们家的蒸笼上面 那现在那蒸笼要用吗 没有再用把它保存起来 热乎乎的酸菜白肉锅 拍戏期间每周必吃 李安总是低调的来 低调的走 和李安见他见的合照 这位老板其实是李安的好朋友 而这家江浙料理 也是李安最爱的小吃之一 不止最主人员常来吃 连家人都曾经带来这边品尝 不喜欢排场也不爱张扬 李安低调选美食也一样 钟爱地方小吃 肉包店吃了三次 牛肉面打包 还有浙加上海手工面条 李安四次光临 一定得配上一碗排骨汤 李安最爱美食足迹遍布台中 随着这位大导演得奖声名大噪 小吃店也开始打出李安名号 希望能带来商机 周旋连宾里自信台中报道